伊犁号火星车动路火星一年有余 信息满满要解开火星生命之谜 最近,NASA科学家根据伊犁号的探测数据和火星轨道飞行器多年前的发现 一口气发表了四篇论文 信息量相当大 向我们大致勾勒出杰兹罗陨石坑和杰兹罗湖的前世今生 伊犁号发现了两种火成岩 这是伊犁号火星车探索火星杰兹罗陨石坑以来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科学家们曾预计 由于37亿年前陨石坑曾经是一个大湖 至少有三条支流汇入其中 并且连通着火星海洋 所以湖底能发现厚厚的沉积岩 沉积岩很适合保存生命遗迹 但恰恰相反 伊犁号发现坑底很大面积是由两种火成岩构成的 一种是由岩浆在地下深处形成的 另一种是由地表的火山活动形成的 这些岩层从杰泽罗陨石坑内侧边缘延伸到周边地区 总面积达到大约7万平方公里 火成岩很不适合保存生命遗迹 杰泽罗陨石坑直径45公里 是由陨石撞击形成的 不是超级火山口 这里划重点 并且陨石坑相当古老 拥有37年的历史 附近方圆百里也没有其他的火山口 那么杰泽罗坑底怎么会有火成岩层呢? NASA的科学家对此感到非常疑惑 表示他不应该在那里 火成岩是出色的计时器 其中的橄榄石晶体 记录了他们形成的精确时刻的详细信息 能解答诸如火星气候什么时候有利于形成地表的湖泊和河流 什么时候变成今天非常寒冷和干燥的环境 有了这样的探测数据 很容易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在40亿至37亿年前 此时杰泽罗陨石坑还未形成 当时的火星就像今天的地球 地质活动频繁 拥有很多高高隆起的火火山 大洋大陆随处可见 板块运动频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杰泽罗周边的火山被火星地壳板块运动抹平了 这种现象在地球上很常见 37亿年的某天 一颗超大小行星或者彗星撞击了火星 制造了杰泽罗撞击坑 当时的火星可能是一片郁郁葱葱 莺莺艳艳艳 欣欣欣向荣的景象 随着陨石撞击 可能引发了火星的生命大灭绝 但此时的火星温度依然适宜生命生存 顽强的自愈能力促使火星用液体黄金水灌满了陨石坑 抚慰伤口 曾经至少有三条河流不断向陨石坑注水 其中最大的一条河流携带了大量泥沙 在陨石坑西部堆成了三角洲地区 也就是毅力号今天探索的陨石坑三角洲地区 然而 这座超级湖泊的存在时间极短 先是火星表面上的降雨趋向停止 河流变得枯竭 再是湖泊里的水逐步减少 最后干涸 火星逐渐变成今天非常寒冷和干燥的环境 毅力号在湖底发现火成岩说明 第一 杰泽罗湖的存在时间短 沉积物不厚 这极大的影响了沉积岩的形成 NASA科学家保守估计 杰泽罗陨石坑中的湖泊最长存在了100万年 第二 能为科学家确定火星干湿的具体时间 提供大量一手数据 这些数据很宝贵 甚至可能解释火星曾经的生命大灭绝事件 对地球的演化也有着重要参考意义 看来 伊犁号要想寻到有用的火星生命数据或样品 真的要登高前往三角洲内部了